美國否決聯合國安理會加沙庭火決議 擔憂中共武統台灣,美國再有大動作 拒絕被撤聽,歐盟理事會主席提前離京反歐 李嘉誠的紅顏知己爆猛料 大家好,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9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每日要聞,我是林欣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先和大家分享兩個關於使用三高代謝寶的真實案例 美國馬里蘭州居民Tina曾因三高問題苦惱 使用三高代謝寶後不僅睡眠品質顯著提升 連長期的土象通問題也得到了緩解 它的體重下降了,生活品質大幅提升 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鄭先生 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 在外生的推薦下,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 結果令人驚喜,不僅體力恢復,食慾增強 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都維持在理想狀態 三高代謝寶結合了傳統智慧和現代科學 為你帶來健康和活力 請上健康520網站了解三高代謝寶 打開通往健康的大門 12月8日,美國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的一份要求 以哈在加沙特立即停火的決議 認為這只會為下一場戰爭埋下總旨 請看報導 根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這份停火決議由阿聯酋起草 決議除了要求立即人道主義停火之外 還敦促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平民必須得到保護 並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 和確保人道主義援助進入加沙 安理會有15個理事國 其中包括5個常任理事國 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或英國 一項決議需要要求9票贊成 並沒有常任理事國投下否決票才能通過 13個國家對該決議投了贊成票 美國投了否決票 英國投了棄權票 美國諸聯合國副大使羅伯特·伍德說 我們不能只是打個響子 衝突就停止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情況 美國在投票前已經表示會反對加沙停泊 不得對安理會說 這只會為下一場戰爭埋下種子 因為哈馬斯不想要看到持久和平 在當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華盛頓和埃及 約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土耳其的部長進行了會面 美國一再敦促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哈馬斯 10月7日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不得表示安理會的不作為是嚴重道德失敗 美國反對停火是認為 這只會對哈馬斯有利 相反 美國支持臨時局部的人道主義暫停交火 以便讓援助物資進入加沙 並讓平民有機會撤離 同時讓人質能夠安全地反會議色列 在週五投票前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罕見地援引了聯合國憲章第99條 該條允許他就可能加劇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的現有威脅的問題 召開安理會會議 古特雷斯在週五說 我敦促安理會不為餘力地推動立即實現人道主義停火 保護平民並緊急提供救生援助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吉拉德·埃爾丹在週五告訴安理會 呼籲加沙停火只會延長戰爭 和平的唯一選擇是消滅哈馬斯 據有諷刺意味的是 地區穩定 以及以色列人和加沙人的安全 只有在哈馬斯被消滅之後才能實現 而不是在消滅的前一分鐘 因此 確保和平的真正途徑 只能支持以色列的使命 絕對不是呼籲停火 他譴責哈馬斯多次破壞停火協議 首先是在10月7日襲擊以色列 然後在為期7日的人道主義休戰期間 多次違反協議 他說 在休戰期間 以色列受到火箭彈的襲擊 人質釋放協議的條款 包括釋放所有婦女和未成年人 沒有得到滿足 他還表示 哈馬斯同樣壓迫加沙人 哈馬斯應該對以色列人 遭到的非人道恐怖行為負責 哈馬斯也應該對鐵碗統治加沙負責 迫使加沙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被剝奪基本的人權 愛爾丹說 呼籲停火正確保這種情況繼續下去 停火意味著 所有人都將遭受苦難 停火將拱固哈馬斯對加沙的控制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 日前推出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一致版本 內涵多項挺台內容 多國紛紛就台灣問題發聲 反對武力改變現狀 請聽報導 根據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軍事委員會 在12月7日公布大成一致的 金額達到8,000多億美元的 2024年度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內涵多項力挺台灣的內容 包括持續支持台灣發展必要的防衛能力 修正台灣加強銀勝法部分的條款 為台灣軍隊建立全面培訓 諮詢和體制項目 加強美台網絡安全合作等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民主黨參議員傑克·里德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 羅傑威克 以及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共和黨眾議員默克·羅傑斯 和眾議院軍委會首席 民主黨議員阿當·史密斯 在發布2024年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 協調會議報告後的聯合聲明中說 為美國國防提供足夠資源 是國會最重要的責任 我們的國家正面臨來自中國、伊朗、俄羅斯 和朝鮮前所未有的威脅 至關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就採取行動 來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 這份協調版本 接下來還要分別送交兩院進行全院表決 通過之後交給總統簽署成法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12月5日指出 由於中共持續咄咄逼人 提高鄰國的不安全感 越來越多的印太國家放棄不選邊的立場 改而採取針對中共的制衡戰略 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聯盟和夥伴關係 已經達到歷來最穩固的現狀 包括美台關係也自1979年斷交以來最穩固 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通過的《台灣旅行法》 和《台北法案》 除了鞏固台灣的主權現狀之外 也有助於拓展台灣的外交空間 而在拜登政府任內 前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在去年的8月訪台 美國海軍幾乎每個月都派出軍艦通過台灣海峽 指現台灣的國際地位 也阻嚇中共對台侵擾 華府也持續致力於定期對台軍售 拜登更加曾經在四個不同場合公開表明 倘若中共武力犯台 美國將會進行軍事干預 目前 台灣議題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關注的熱點之一 近日多國紛紛就此表態 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 差號在華府出席 阿斯本安全論壇時表示 尋求與台灣統一 向來是北京的目標 但是英國與美國共同立場是 這不能在涉及武力、暴力 或脅迫的情況下發生 七大工業集團成員國 美國、加拿大、意大利 德國、法國、英國、日本領袖 在6日舉行視頻會議 會上通過領袖聲明 重新台海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對國際安全和繁榮不可或決 強烈反對任何以武力 或脅迫方式偏面改變現狀的企圖 歐中峰會12月7日至8日 在北京舉行 爆出大醜聞 一位歐盟官員對政客Politico表示 出席峰會的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將提前一日返歐 原因之一是米歇爾 在北京缺乏安全通話線路 無法在不被中方設聽的情況下 與歐盟領導人通話 請得報導 在7日當日 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和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會面 這次峰會是至2019年以來 首長歐盟高級官員和中國領導人的面對面峰會 雙方討論 從貿易失衡到烏克蘭等一系列的問題 疫情充滿強硬延遲 實際成果可能會相對較少 尤其是歐盟不滿意 和中國的不平衡經濟關係 歐中近4,000億歐元的貿易逆差 凸顯歐企在中國受到的限制 馮德萊恩強調 我們將討論如何重新平衡我們的經濟關係 處理雙方明顯的分歧和失衡問題 米歇爾表示 歐盟和中國應該建立穩定互利的關係 希望這項承諾和關係 建立在透明、可預測和互惠原則的基礎上 因此 我們要宣傳歐洲的價值觀 包括人權和民主 也會維護自身的合法利益 米歇爾在會談後表示 歐盟對台海和南海日漸緊張的局勢感到擔憂 我們反對任何改變現狀的企圖 期盼北京了解台海或南海局勢升溫的嚴重後果 這次歐中峰會很難達成實質的成效 首日峰會議程結束後 米歇爾將提前一天返歐 其中部分原因在於 他在北京沒有辦法 在不被中共竊聽的情況下 和歐盟領袖通話 對此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回應媒體提問的時候 再度涉獲 聲稱 對歐盟國家和歐盟機構領導人進行涉聽涉密的不是中國 國際評級機構目的 將香港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 租港府官員炮轟、毛利及抹黑 不過長和是創辦人李嘉誠的紅顏知己周外船透露 李嘉誠早在2021年已經告解他形勢山雨欲來 預告經濟將一落千丈 請看報導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在星期四 12月7日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 批評目的評級 以中國經濟有問題為由 將香港港級的理據毫無道理 又說全球經濟 東升西降 形勢已經很明顯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評級機構 一直在找機會 會黑香港和中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外媒訪問的時候 亦說香港經濟已經走出谷底 正強勁復甦 又對中國經濟前景感到樂觀 目的對香港的評級不公道 雖然港府官員不滿意香港信用評級下降 但長和系創辦人李嘉誠 似乎早已凍結香港經濟今天的局面 維港投資聯合創辦人 62歲的周海泉 星期四出席FII Priority 亞洲峰會之後表示 李嘉誠在2021年的1月已經告誡他 當時形勢是山與肉內 提醒他投資組合內的公司 要趕在當年年底前 有足夠的資金備用 因為預料之後經濟會一落千丈 周海泉繼續說 李嘉誠的看法證明了 反事實思維的重要性 否則現在他也要為 密式沙烏地阿拉伯的投資機會 而奔波 周海泉還表示 各地政府應該考慮 間觀制度化 而協助決策者 從不同角度看事情 避免在正常化 偏誤和壞政策的夾擊之下 負上很大代價 至於香港經濟 什麼時候才會流暗花明有一圈 他說李嘉誠沒有提及 只是提醒現在投資應該謹慎 又指外國投資者對香港仍然有保留 現在要自己顧自己 視頻人士 馮熙幹在《臉書鐵文》指 周海泉建議政府 政府將間觀制度化 本意雖然好 但恐怕是對牛彈琴 因為現在的香港根本沒有間觀 只是由幻觀 而將幻觀制度化 才是北京主旨的目標 馮熙幹還指 香港官員 也根本不需要反事實思維 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反事實人格 有人批評自己的時候 只要機械適感 斥責對方言論為反事實 抹黑 他們就覺得一切都很完美了 另外2023年接近尾聲 在全球股市復甦的時候 港股持續走勢低迷 恆辛指數連續第四年下跌 最近重回97 16,000的水平 其中在星期四 12月7日收市報16,342點 跌了131點 成交額只是890億港元 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 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對自由亞洲表示 對於國際評級機構 將香港展望降為負面 港府應該痛還是思痛去反省自己的角色是什麼 並慎思投資不要過分依賴大陸 否則連上海深圳都不如 很難說是國際金融中心 李兆波還指 香港唯有與具備成熟和穩健的投資條件的 美國和歐洲等重建投資關係 才能夠大大地增強投資者的信心 有望著香港穩助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否則如果現況持續下去 報一為止不願意 或許前已經破了 電視機哲یں 差倫 Utah x州 和海藏 用展露 1